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环保署先前预告从今年7月起 将针对超过8000家餐饮业者 不得提供内用消费者一次用塑胶吸管 台湾麦当到今天推出 可以直接喝 不用吸管的人饮就口杯盖 苹果新网记者实际体验新的人饮就口杯盖 上面有一个可掀开的饮用孔 确实可以不用吸管就喝到饮料 但在饮用过程中 冰块不时会卡住杯口 如果喝得太快会有点卡卡的 想尝鲜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咯 我们希望做到的事 透过人与直接喝来改变消费者的行为 我们去创造一个新的运动 所以今天不是在麦当劳里面 不用做一家习惯 希望他在家里在外面的时候 有习惯养成的时候 他其实就不需要习惯了 明天早上6点开始 台北旧宗餐厅率先推行 4月22号世界地球日 会在北市75家餐厅实施 6月底前将全台全面试用 到时候麦当劳可就不再提供塑胶吸管咯 台湾麦当劳强调 中国麦当劳也曾试行旧口碑 但只是测试性质没有全面推广 台湾麦当劳全面改用旧口碑盖 并不提供塑胶吸管 是全球麦当劳首例 先由我们所规范的这四大类 就像工部门、学校、百货公司 还有连锁、蔬食业 先用自发性的方式来试办 那麦当劳率先来使用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带头作用 你可能会好奇麦当劳这样大动作 更换人影旧口碑 到底能省下多少塑胶咧 新设计的这个人影杯盖 它跟之前的杯盖 加上原来吸管的比较 我们在塑料的使用 可以降低16% 环保减速是好事 可没想到消息一出 网友就开始骂骂骂 痛批台湾政客无脑 杯盖还是塑胶啊 油盖等于没盖 奇怪怎么点不进去新闻啊 加入好评语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你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 让你准备写册 请不吝点赞ads 全部雾 都是 wearing 昨天